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中文的哪一个部分是最吸引你的呢 你喜欢中国食物吗 我很喜欢中国的食物 最喜欢吃什么 比如说饺子 我也超爱饺子的 还有呢 我也很喜欢中国的 我觉得中国很美 我也非常赞同这句话 因为我本身也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 我坦白跟你说 我找到世界最美丽的地方竟然在中国 真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出国看一看世界 而且尤其是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对吗 Happy你也赞同 今天呢 我想知道今天爸爸也在的 我相信爸爸是以你为荣 以你跟小蜜蜂为荣 你想不想借这个机会 要不要鼓励一下在场的这些小朋友们 不要害怕学习中文 对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学习华文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 有信心 有一个俗话说 世上无能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们很努力 每天都练习 每天都听 每天都学 那你们的华文是肯定可以进步的 华文不难 如果你害怕 你就要每天 读华文书 讲得太好了 真的每天多看多读多听 你的华文肯定会进步 请给他们多一个热烈热烈的掌声 好吗 他们太棒了 我们要表演一些 表演 要表演对不对 现在迫不及待 想看一下 HAPPY跟小蜜蜂表演了好不好 现在把这个台上交给他们 再声鼓励 鼓励 第一 我要为大家背诵一首唐诗 风 小蜜蜂 小蜜蜂 帮你了 现在我要给你们背诵一首唐诗 静夜诗 李白 创 天 心屏 听 借 再 你 酒 这里 简� 点 没有 停 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就唱一小段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我和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城方 都要坏口留念地找我 现在我要给你们背诵 一首让口令 名字叫 门后有个人 门后有个人 手里拿个盆 碰弟兄想去 碰碰了门 还是门碰了盆 他讲得好好是吧 最后我要再为大家 表演一首堂诗 山村永淮 一句二三意 烟村宿江 停台六基座 八九十只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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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